好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 现在呢 TripGT 基本上 并不是搜寻情 所以它跟Google 其实的那个搜寻情 事实上还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呢 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以后 就好像你在问那个 你的语音助理一样 如果你以后你要 做的事情 我可以有一个语音助理 我就直接怎么样 问他 我不需要再透过搜寻引擎 那请问你 我们的找资料习惯 会不会改变 会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Google 它这一次被打得很惨 为什么 因为 微软大反攻嘛 它把所有的应用 通通套上AI的 包括了它的搜寻引擎 所以过去 大概20年以来 微软的BIM搜寻情 一直维持在5%以下 但是最近呢 有成长比较多的 Google的部分抢了很多 因为你看 我问他就能够直接得到答案 我们完全不会像一般的搜寻的体验 我要自己筛选 然后呢 我还得自己过滤 还其中还有一些广告 对不对 所以以后就没有啦 当然其实 ChimpGT 或者BIM 他们以后会想办法引入什么 商业模式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广告 但是呢 这些就是Google 他吃不到的 所以呢 你看Google自己也开始怎么样 另外一种 收讯情出来了 会结合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会像现在新的这样子 我找一下 好在这边 我后面也有 好你看 现在 这是BIM的收讯情 你看 你问他问题 他在这边 你就是用人话来问他 用人话来问他 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以前你 会用所谓的关键字问他 现在不会 现在是直接用人话问他 所以 未来 Google的收讯情 也会长成像这样子 然后再来跟他的这个 AI的部分做起来 好 所以我们 刚刚呢 到现在一直让大家稍微 比较完整的 去看到 AI的过去 他的现在 的一个 发展的状况 那 接下来 我们就准备要动手做了 来 好 你看到简报的17页这边 我先问一下好的 你已经有 就是注册ChapGTT的 请帮我打个 3好的 好吧 请帮我打个3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 你帮我打个4 我来看一下 少数几位还没有注册过 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注册过的 对不对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注册ChapGTT 早期我们注册的时候 是只有 email 跟行动电话 他并没有所谓的年龄的限制 但是后来 有增加了 因为呢 其实你看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那个IG 或者LINE 其实 小学阶段是不能够有的 所以如果你们家小孩 小学就有 他都超零了好吗 这边也是一样 今天要做一个限制 所以后来他增加了年龄的这个限制 那再来就是因为他需要行动电话接收验证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行动电话的话 因为如果你在教育现场 大人当然是没问题一定会有 但是在教育现场的话 有可能这样是不是就没办法用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免费版 也就是我们没有付费的版本 你会有一天 一千次的一个限制 而且啊 如果你人太多的话 他甚至就是会 就是会停止反应 还有也有可能没有办法登录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呢 有人啊 为了解决行动电话问题 你知道国外有那个接收简讯的服务 就有人特别去找这些服务来用 那我有去找过 好像行动电话都被用走了 而且都被用在哪里 ChapGPT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的 没关系 有 你可以直接找这个关键字 ChapGPT 你就可以去他官方网站注册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好 你已经注册好了 你看等一下你就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你可以拿来用的 在简报的19页这里 有一个叫做Chap Everywhere 那这个更是我们在 可以像这样教学现场上使用 因为呢 第一个 如果你曾经用过ChapGPT 你会发现他没有中文啊 真的他没有中文 所以你看在这边 有没有我打开了 真的没中文啊 那怎么办 你用这个有中文 所以来 我把这个网址给大家 在简报19页 简报19页 你打开就可以用了 而且呢 他是不需要注册 就可以用哦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 分享 汇入汇出 老实说 分享的功能是最近 应该是这个礼拜 还是上个礼拜 应该上个礼拜 ChapterGPT才有的功能 但是他早就有了 那再来就是 他有所谓的角色 或者提示范例 他在这个 他的界面这边 他会有一些预设的角色 把你设定好了 你也可以切换成就是提示的范例 甚至他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ChapterGPT 如果我们用免费的 其实他的资料会限制在哪里 2021年之前 所以呢 你看我在18页这边 我们这里就有人帮他写一个 就扩充工具 让你可以去网路上查资料 那当然 也有人帮他写了一个 可以做语音输入跟语音朗读的部分 也就是说 有点像语音助理 你用讲的 你就可以问他 那他得到答案之后 你也不用看 他就直接念出来 这样了解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已经升级到Windows 11 你已经有语音助理了 不是啊 语音输入 我来调查一下 你有升级到Windows 11的作业系统的 帮我打个11好吗 如果你还在Windows 10的 你就打个10吧 我跟各位讲 有人真的就为了语音输入法 去升级到Windows 11 你知道吗 看起来升级到Windows 11的不多 大家还在称 其实说真的 升级到Windows 11的话 应该会比你 如果你电脑没有变更 就是同一台的话 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比你用Windows 10 慢一点点 但他好处就是 我可以像这样子 你看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就按键盘上的这个Windows 11的 logo 加上H 你看我按下去 现在我就可以使用语音输入 一种是你手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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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块 这一块很多人觉得说这样他在电脑上 就不用学打字了 真的快很多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也还是蛮建议你可以升级到Windows11 好那当然升级的过程 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可是我只能跟你讲 微软头已经洗下去了 不会继续回头的好吗 OK这个是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回到这边了 所以有些人就是会有 用这样方式来让chip GT 就是你会网路上看到很多所谓外挂 外挂 那当然如果你是付费的版本 你就是一个月花20块美金 那基本上 除了你可以用chip GT 4的版本以外 他也有很多所谓的外挂程式 可以让你去提升你的工作效率这样子 好那这个部分啊如果你有兴趣的 假设你是要用这个chip GT 你可以把这个跟这个我比较推荐的这两个你把它装起来 那你就会发现像我的chip GT的界面你会发现在这里 除了有一个这样麦克风以外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的那个待会要发音的这个语系是哪一个语系 好那如果你不想要发音这里也可以关掉 就是你只用云书物这样子 那下面这一块就是它可以存取网页上的内容的功能 所以一般来讲各位你进到chip GT 其实不会看到下面这两个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可以把它装起来 这样你在使用上可能相对会比较方便 OK好这个是我们用chip GT的方式 那如果你用这个19页所介绍的chip everywhere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麽问题 操练节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看打开 好一进去就有中文了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到它正中间是不是就有角色扮演 事实上我们在用这个chip GT的时候 它当然这个网站本身还是chip GT 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 那你也可以切换到这个范例有没有 你可以像这样有没有写一封真诚的道数道歉信 对不对很重要啊 然后呢你想要有一个有没有吸引人的标题 对不对你要发一个帖子 甚至我要做一个课程的规划 讲一个激励人心的 所以现在你应该都知道很多的道歉文都是谁写的吧 AI写的好吗 所以那些一点诚意都没有 OK然后这里你可以像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这个界面跟chip GT非常非常的像 有没有都一样左边是聊天 然后呢中间就是输入的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是chip GT没有的在右手边 你们看一下右手边 你可以把你比较常用的提示就把它怎么样 储存起来 也就好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 如果有某些提示你比较常用到 我就直接把它存在我的右手边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对话里面 这个功能目前我们的chip GT还没有 好那介绍好工具之后 我们看一下 刚刚我们有提到Bin 对不对这就是微软的 我有更新了 它的对话就是34 然后Google有一个叫Bot 这个不过它目前比较可行 它还没有支援中文 所以你问它中文它会告诉你我还在学习中 好但是没关系啦 因为这两个以后呢 他们用的都是chip GT4 那个语言模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一样都很强大 好不好以后的收讯情 就会跟这个AI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好我们讲到这边 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人之前已经有 开始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Chat Everywhere 这个最近在台湾应该会蛮多人用的 因为至少 它对中文的部分算是很友善 而且很重要的 我们刚讲那个分享的功能 它也有 所以说 能够分享 有一个好处 我可以原文重现 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这样讲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好 图片深层 熊战说他想要知道 图片深层的部分 这个我后面有 简报后面有一部分 但是图片深层比较不是我今天主要的主軸 但是我在学校我们下半学期 已经让同学从文字 故事的深层 然后图像的深层到影片深层都有了 那礼拜六我也会讲一下有关于这一块的 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来听看看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啰 好 好 好